大家好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相信這兩天大家可能會感覺有點不太舒服 因為持續受到濕冷空氣的影響 那麼目前的雨勢已經在逐漸的緩和當中 預計從明天開始溫度也會慢慢回升 到禮拜三之前雨勢會比較明顯的緩和 禮拜四才會再有另外一波封面雲氣南下 雲圖上面可以看到目前影響我們台灣呢 其實就是說這邊有一個高氣壓 我們台灣就是在冷高壓的前緣這附近 所以我們剛好是在冷暖空氣的交界帶 所以這附近的水汽量就稍微比較多一點點 剛好在冷高壓前緣就是一個封面雲氣 那麼這波封面雲氣從昨天到今天已經明顯了 快速的通過我們台灣 所以目前影響我們的主要是東北季風 另外還有一些比較淺薄的雲氣在我們台灣中南部這附近 不過目前這波水汽量已經在逐漸的減少當中了 那麼今天的話主要是在我們新竹與北地區跟東半部 還是有些短暫陣雨 預估明天的雨勢會慢慢的緩和下來 從明天的雲圖上面就可以看到 北方那個冷高壓會逐漸往東邊移動出海 但是可以看到在我們台灣附近量 這個附近還是有些水汽在這附近徘徊 但是這個水汽是可以說明天減少許多 不過因為封面的北部跟東北部 持續雲南會比較偏多也都還是有短暫陣雨 不過我們也從雲圖上面可以看到 在禮拜三的晚上開始到禮拜四的時候 回微波封面雲氣比較快速的通過台灣 預計在禮拜五禮拜六的時候 慢慢的雨勢也會緩和下來 但是也是要提醒大家 這個每次封面雲氣通過的時候 這個後方的東北季風也會明顯增強 並且把北方的冷空氣給帶下來 所以我們大家可以知道說這個禮拜 從明天開始溫度再慢慢回升 雨勢明顯緩和之後 到禮拜四又會再度有一些變化了 我們來看一下外景天容易下雨的區域 可以看到禮拜三之前 雨勢再逐漸的緩和下來 但是還是要提醒大家注意 尤其是在雲封面的北部 東北部跟東半部 還是會有一些短暫陣雨發生的機會 明天的話中南部山區也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麼可以看到禮拜二禮拜三 雨勢會有比較明顯緩和下來 但是到禮拜四的時候 將會再有一波封面雲氣南下 可以看到幾乎全台灣都有下雨的機會 尤其是在中部與北地區 跟東半部也要特別留意 那麼在風的部分也是要提醒大家注意 目前這兩天 今天跟明天持續都是 東北季風比較增強的情形 但是外景天 隨著北方的高氣壓 往東面移動出海之後 可以看到風向會慢慢轉偏東風 甚至是有點偏東南風 風速也會明顯減弱 但是到禮拜四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風面雲氣通過之後 慢慢的又有一波 比較強的東北季風下來 所以要提醒大家注意 禮拜三到禮拜四這個風速 會有比較明顯變大的情況 另外這個東北季風也會把北方的冷空氣給帶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未來幾天 北部的天氣跟溫度趨勢 基本上在禮拜三之前 雨時是會逐漸緩和的降雨機率 會是慢慢的降低下來 但是可能都還只有70% 禮拜四的下半天開始 慢慢的這個風面雲氣南下之後 降雨的情況會變得比較明顯 所以禮拜四到禮拜五 可以提升來到60%到70%的左右 甚至在某些 迎風面向北部東北部的話 可能這個降雨機率還會再高一點點 來看一下在溫度的部分 禮拜三之前都是要緩慢的回升當中 可以看到低溫大約是14 會回升到16度 中午高溫從18度 會回升來到21度 禮拜四的時候 因為是到風面雲氣南下 以及東北季風的影響 可以看到低溫又會下降到只有13度左右而已 禮拜四跟禮拜五 要注意這個高溫會從20度 下降到大約只有16度 所以最後我們要再次的叮嚀大家 就是這禮拜 其實這個降雨雲帶已經在逐漸的遠離當中 但是在北部跟東半部的雲風面 還是偶爾有這個飄小雨或是毛毛雨的機會 禮拜四的時候 將會有下 下一波這個風面雲氣再度接近我們台灣 所以提醒大家 禮拜四這個天氣是有轉折點的 至於中南部的話 持續都是比較不受到影響 就在禮拜四的時候 在中部與北地區 可能也是會有一些降雨的情況發生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氣 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數據